就前几天突然有人找上门 拿我小顾的照片说要找 我才知道 我小顾拿我的名字 跟外面借了一千万 重点是我现在更不知道 他跑到哪里去 再者说 用我的名字借我就要还钱 我怎么办 对方是地下钱装吗 好像不是 就是一般的借钱 我从头到尾都不知情 这样我不用负责人的 我是会建议要报警 老婆 老公 这是方律 这是他的助理 这我老公 我们不是讨论过了吗 这么小的事情不用报警 可是美真他 美真他很乖 就是小孩在玩嘛 不好意思 我妹可能就是贪玩 跟朋友出去玩几天 就忘记打电话回家 等他回来以后 我们好好把话讲开就没事了 对我 我知道 你怎么在买我臭屁啊 你要什么我帮你找 你想要什么 你手上这个是 怎么就这么一点钱 还有别的呢 别的钱呢 你放开我 你帮我 你帮我 别的钱 你知不知道我哥为什么要跟你建议 就是因为你可以帮他赚这么一点通告费 你看看你自己这个样子 送人 不然还要盗贴回收费 冷静 你 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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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住室旁边不是都有一个台阶吗 上面有很多很多盆栽 好漂亮 好漂亮 这样他才会乖乖待在家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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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